新竹市明年将举办开筑300年系列活动 但是议员罗文赤说他不管怎么算 300年这个数字似乎都不对 他引经据点罗列不同的资料 请文化局给个清楚的答案 有关于明年新竹市建成300年 这个300年引起很大加争议很多 如果按照台湾通史来论的话 这个有5年前有300年了 甚至于在如果真的要算 在10年后才300年 所以300年的认定一直让人家模糊的 方才我们市府文化局长他认为说 用近代学者所引用的数据 但是这让大家认为说你篡改历史就不对了 这个历史是要传承下去的 尤其你文化局长叫文化传承的 而不是说文化篡改的 所以这300年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新竹市议员让他通过议算的话 那我们新竹市议员对于这个300年 可能对这议算可能把关不严 可能将来通过的话 会让我们新竹市政府办这个300年这样一笑大方 91年的时候张德南族编的族欠的一个历史 有明确的讲到是康熙57年 也就是17、18年 王世杰先生呢 他带领的族人100多人来这边开墾 那为什么会这么定义这个17、18年呢 是因为他带领族人来了以后 开始开墾隆恩郡 开墾隆恩郡的时候 就是他就想长久定居于此 所以根据的历史资料而言 由张老师提出这样的看法 那么大部分的文史老师都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所以明年是开主300年 那希望说借由这个活动 这个庆典呢 让新竹市民了解 过去这个城市历史 还有现在还有未来的发展 至于郑宏会议员则是多面向来进行今天的单位业务直询 说了延续罗文志议员的议题 他同时也关心交通问题 希望交通处能够站在店家及用路人的角度 将心比心 沿你设置卸货专用区的可能性 儿童医院的规划期程 以及新竹市的财务状况 都是他今天关心的重点 新竹市政府的财政 这几年其实陆续都有改善 不过明年度就出现了一笔16亿的举借的预算 所以我想也向新竹市政府来财主单位来查询 那我们发现今年度是因为审计要求我们不可以序列一些还没有核定的这个补助款 就是说没有文号的就不能列这样 所以说看起来有大幅度的一个缺口的存在 因为这个举借的规模是创我们的历史新高 不过也因为我们中央政府因为有前瞻基础建设 那还有一些补助款 是在我们这个预算审议预算书出来之后才得到中央政府的核定 那目前有11亿多 那所以相信明年度这个16亿不一定会举借 或者说也不一定会借那么多 那希望我们新竹市的这个财政结构能够越来越健全 我们新竹市的这个传统的商业活动 可以说在这个电商时代来临 他们受到很多的冲击 那当然很多店家他们也提出希望能够多设置卸货专用的停车位 也就是卸货专用区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在台北市也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法规也与法有据 当然就是因为市政府在执行上 他们比较担心说民众不了解 有这个长时间占用的现象 就失去这个卸货专用区的意义 那我们希望这个新竹市政府交通处 能够先在一些区域来试办 新竹市的街道呢一般比较狭小 那我们有些商业区呢 的确有一些卸货的一个需求 那除了我们现有向一些商家宣导卸货 请在这个离风时段来进行以外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考虑在适当的地点 设一些专用的卸货区 那相关的这些标志标显呢 我们也会来设置 那我们会以这个以事办的方式 来了解商家使用的情形 有关我们明年要举借16亿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104年跟105年的举借的数字来看 我们虽然那两年都有举借 可是我们不但没有举借 反而分别还了4亿跟7亿 总共减少了公共债务11亿 那目前本年度我们举借7.4亿 到目前还没有办理借款 明年我们虽然借了16亿 我们会依照税入的10收数跟10支数 及市库的余额来妥事处理我们的借款 段校方议员关心违建拆除的问题 强调违建固然不对 但相关单位在进行拆除工作时 仍然应该有周全的配套 以及专业的拆除步骤 不然违建便违楼 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当然违建本来就不对 但是如果说拆成这样之后 若干年后 这些不管是钢筋的这些搂落腐蚀 或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 或者碰到天灾 那发生的状况 那就是一场灾难 所以说今天我特别提出来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公务处 除了差之外 如何去协助这些伪建户 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那不管是说今天 因为已经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再出租 那但是来讲的话 就针对到他这个 如何去做一些加强 做一些补强 不要让后续的这个状况发生 依照我们的那个违章猜处 处理原则来说 基本上目前拆除的范围 主要是针对楼板的部分 那依照我们目前的规定 我们会保留现有的梁柱 那梁柱周边50公分的部分 也会限于保留 那大家可以知道 目前建筑物的这个结构的部分 主要还是以梁柱为主 所以在拆除楼板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都不会有危机到结构安全的一些问题 那事实上的话 后续我们建筑馆单位这边也会不定期击查 真的就是说如果楼主这边有后续附件的问题的话 基本上我们后续会通报给地监署做后续的整班 有关我们新竹市政府在104年 已经通过了违章拆除收费的制止条例 那目前在针对目前的违章建物的一些 拆除过程当中 基本上后续还是会跟房屋的所有权人 进行相关的一些收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希望就是变成是说 目前的房屋所有权人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收到我们的违章拆除通知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安排拆除 那不要心存侥幸 三位议员有备而来 充分把握30分钟的质询时间 反映问题之余也监督市政 希望市政府团队能够更上层楼越来越好 开破新竹万事连蔡文起采访报道